两年过后,文斯的体重不仅减轻了10公斤,身体也更加健康了 皇家北安医院的格雷格教授介绍说 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病人进行自我护理和自我检测 这比医生开药方治病的效果要好多了 毕竟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最清楚 我们看到他们的脂肪和脂肪和脂肪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理解和感受的状态是更好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科研人员在最新出版的《美国儿科糖尿病》杂志上报告说 在怀孕时很少进食蔬菜的母亲 他们的孩子在出生之后患异型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两倍 但如果在怀孕的时候每天都吃一定量的蔬菜 那么孩子患病的风险就会降低 一般认为疫情糖尿病和人体免疫系统缺陷 以及病毒感染等因素都有关系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阿拉布扎是一个建在水上的小城 居民出门必须乘船或者过桥 尽管交通有些不方便 但这里的居民却能享受到一种特殊便利 那就是可以在家门口购物 今年六月份当地开设了一家大型的水上移动超市 这个水上移动超市有50个停靠点 可以为大约200万人提供就近购物的方便 从1号开始 柬埔寨指国上下欢度为期三天的传统宋水节 在金边王宫前的洞与萨河上举行的龙州大赛 是宋水节最重要的活动 来自柬埔寨国内外的共391条龙州 和约25300名选手参加决筑 而在洞与萨河两岸观看比赛的人多达十几万 宋水节是柬埔寨的传统协日之一 主要的活动包括赛龙州游灯团和拜月亮等等 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马龙金10月29号 因为性骚扰和袭击导致实际身体伤害 被判入狱18月之后 受害人日前公开了身份 这位名叫艾米利卡尔的金斯顿大学法学院学生 呼吁对马龙金追加终身禁赛的处罚 去年12月 马龙金在伦敦一家夜总会遇见卡尔之后 多次对卡尔非礼遭到拒绝之后 挥拳猛击卡尔的面部 导致卡尔的鼻子严重变形致残 其日本女星酒井法子上月因吸毒被判刑之后 又有一名日本艺人也因为吸毒被判刑 2号 日本一个法庭判处男明星鸦伟学入狱一年零六个月 31岁的鸦伟学今年8月初和他的情人一同吸毒 该女子死亡后三个小时 鸦伟学才报警 因此被诉犯有一气致死罪 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门当户对 说的是婚姻中的双方呢 在家庭教育经济以及外形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上 都不认为